张华县成功争取民国一百年全国运动会 这是张华县阔别26年后再次举办这项全国性的体育赛事 新逢建国百年更显具意义 百年全运在张华 我们张华县在五年前能够争取到 这一个难得的荣耀 经过了长久的准备 我们预计要把最精彩最圆满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我们都知道张华县上一次 承办全国的运动赛事是在民国74年 距离现在已经有26年的历史 我们破别了26年 我们为了百年全运 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比赛场馆 整修的灌燃一新 我们把我们相关的筹备工作用心把它做到最好 张华县长卓博元的父亲卓龙柱先生 也曾是运动场上的好手 在200公尺400公尺等田径项目 不但屡获冠军夹击 更多次代表国家至海外参赛为国争光 回强起当年运动生涯 不但完整清晰侃侃而谈 对于张华县能够成功争取百年全运 卓龙柱先生更表示相当的开心 55年前刚好初中三年级 代表北斗中学参加中上年龄 拿个400 800两项冠军 以后就到台中去读新名上司高中的时候 很荣幸 高一的时候代表台中是参加台湾省田径赛 400公尺拿到冠军 6年后退休了 代表张华县参加400公尺田径赛又得到冠军 这最高兴的啦 等于是艺生比较有纪念性的啦 还没有当兵以前 代表我们的国军到日本去比赛 拿过四项冠军为国争光 那是还没有当兵以前就到 那时候出国很少 能够去代表国军去也是感到很荣幸啦 但是运动时间很短啦 在退伍以后 在直入届省印刚好50年啦 50年前 200公尺冠军 400公尺冠军 400节力冠军 疫情就接力冠军 之后就退休了 就回到家里帮忙父亲经营事业 对运动的时间 虽然很短啦 但是都值得回忆啦 那50年前回想起来 那时候是真的感到很高兴啦 能够在彰化县100年成立在彰化县 是很高兴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参观 出身运动员的卓龙柱先生 平时除了鼓励彰化县卓博员县长多重视体育 照顾县内的优秀选手之外 对于能够成功争取百年全运在彰化 也感谢王守谦教练 记者女士与所有为百年全运尽心尽力的所有人员 我觉得县长尽量鼓励彰化县的祖地 能够为我们国家争光 因为世界上各国 如果体育成绩好 他们国家就很强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县长重视体育 所以能够争取到百人全力 也很感谢我一个朋友叫王守谦 他以前也是我们国家的教练 也是带领就现在 我们在提位主委 戴夏宁他那时候到美国去比赛 那是王教练带的 王教练是我的好朋友 基睁也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们当时一起集训 龙马赛音的时候一起集训 所以基睁也挺力帮忙 感谢他们 像基睁这样 帮忙把我们台湾的运动风气带起来 鼓励大家 现在顺利健康就要起来 有运动才能健康 要现场 在体育方面都重视 都提拔这年轻人 能够为国争光 这是我的感想 供应频道 徐世昌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